大家好,欢迎你观看韩媒视角,我是韩媒,今天是2022年10月26日,星期三 这个视频呢,跟大家聊这么三方面的内容 第一方面的内容呢,就是关于俄乌冲突 第二方面的内容呢,是关于美国等西方指控说 俄罗斯用了伊朗的无认机,而俄罗斯和伊朗呢,都齐声否认 现在联合国呢,要进行调查这件事,到底是为什么 那么第三方面的内容呢,是英国新当选的这个首相 将会对中英关系带来怎样的变化 好,首先呢,我们来说一下这个俄乌冲突 俄乌冲突呢,自从乌克兰把俄罗斯的那个克里米亚大桥炸了之后呢 俄罗斯对乌克兰的这个报复性的行为一直都在进行当中 那么我们今天看到报道说呀 德国的总统啊,在俄乌冲突以来 第一次对乌克兰进行访问 那么刚一去呢,警报就响了起来 那么他不得不和乌克兰的民众一起躲到这个地下防空系统里面去 在那里面待了一个半小时 那么德国的这个总统啊,之前的时候还记得吗 在这个欧冲突的初期的时候 他和其他的三四个国家的首脑一起呢 要去乌克兰访问 然后呢,乌克兰拒绝了,还记得吗 就是因为当时的时候呢 德国对乌克兰不够支持 乌克兰呢,对德国是非常不满意 拒绝德国的总统去访问 并且呢,乌克兰对德国呢,还冷嘲热讽 那么德国的总统呢,这是第一次到乌克兰去访问 他去访问的时候呢,就承诺说 每个月会给乌克兰5亿美元的援助 并且说呢,欧盟一共每个月会给乌克兰20亿美元的援助 哎呀,我就觉得说挺奇怪的哈 之前的时候不是欧盟已经答应说 和美国轮番来cover乌克兰的这个日常的管理费用吗 乌克兰说他日常的政府运转的费用 要在50亿美元到七八十亿美元之间 还记得吗 那么前一阵子呢,因为波兰呢 发了一个惊奇的消息 波兰就大怒 他就觉得说呢,欧盟的这些国家 除了波兰坚定不移的坚决的支持乌克兰以外呢 其他的国家都是消极代工 说是在五六月份的时候就答应乌克兰 给乌克兰90亿美元的援助呢 只有10亿美元到位 而且呢,有那么几个国家 说是自始至终一分钱都没出 那么现在德国的总统呢 到乌克兰去 现在呢,就明确的说呢 他们只提供5亿 然后欧盟呢,一共是20亿 这离乌克兰的那个运算是远远不够啊 那么这个消息出来的时候呢 我们没有看到乌克兰政府 总统啊,或者是其他任何的官员 包括驻德国大使啊 或者任何一个官员呢 口出狂言,表达不满 这是为什么呢 我想呢,就是因为啊 美国以及西方 对乌克兰这个支持的决心呢 是越来越小了 现在美国和西方呢 就开始往后哨了 那昨天的时候呢 我就跟大家讲了哈 美国爆出来说 有30名的民主党的议员 请注意啊 是民主党的议员呢 并不是说共和党 是民主党的议员 就反对拜登的 对乌克兰的政策 30名议员连名写信给拜登 要求拜登直接和俄罗斯进行谈判 来促使这个停火 那么今天我就看到有霸道了 那这些议员呢 现在又站出来说呢 说我们又撤回来了这个连名 为什么撤回来这个连名呢 这是很显然了 就是美国要进行大选了吗 这个连名信呢 对这个大选 是具有特别重大的负面影响 因为是反对拜登政府嘛 反对拜登政府 现在的政策 就是对他的极大的否认呢 就是否定了他这个政策呀 对不对 那这样一来呢 严重影响到他们中期选举嘛 所以呢 在媒体把这件事曝光之后呢 他们紧急声明说 我们已经把这个撤回来了 你这个连名信呢 也许可以撤回来 但是这件事情是不可否认的 就这30名议员呢 对拜登的这个政策 是不满意的 是不满的 是反对的 这点呢 是不可否认的 就是美国有相当一部分议员呢 就希望这场战争呢 不要再进行下去了 就赶紧停吧 是不是 但是不慌是共和党是这样的意见 那民主党也是这样的意见呀 那么在这种情况下 看风使舵的欧洲 那肯定是现在他们也往后哨啊 那所有的这些 对乌克兰之前的这些支持的一方 都往后上 那乌克兰还敢那么牛气吗 这不敢了呀 之前的时候乌克兰为什么敢那么牛 不就是因为他背后站着一个 支持他的美国吗 他就认为呢 乌克兰打这个战争 就是在帮助美国 他们在给美国出力 那我在出力 我在出人 我甚至呢 我牺牲我自己公民的这个生命 那你美国你出钱出武器 这还不是应该的吗 所以他那么硬气啊 对不对 同时呢 今天我还看到一个新闻 就是美国为什么说 会现在出现很多议员 要求停止对乌克兰的援助 今天有一个报道说呢 五角大楼都出来说了 说乌克兰的战争 正在耗尽西方的弹药库存 仅仅是美国说是在战争以来呢 已经是提供了一百多万发的炮弹了 各个国家所提供的这些弹药呢 基本上都是来自于他们的库存呢 如果说这些国家现在就陷入一个战争的话呢 那这些国家他们的库存其实都是不够的 连五角大楼现在都承认了 那么现在呢 情况就是这么一个情况 在这样的一个危急的关头 那乌克兰现在呢 就想铤而走险了 俄罗斯说呢 他们掌握着可靠的情报 或者是证据 说乌克兰呢 现在就基本上准备好了 要使用脏弹 俄罗斯呢 今天在联合国的大会上 正式的把这个问题提出来 俄罗斯驻联合国的代表说 据我们了解 乌克兰方面已经实施了这个计划 特别是在洛夫地沃迪市和基辅市的采矿加工厂和核研究所 基辅方面正在制造这种炸弹 就是这个脏弹 然后他们说呢 我们不排除一些西方国家 在这个问题上对乌克兰提供了帮助 俄罗斯说呢 他们是掌握证据的 西方有一些国家和乌克兰之间有进行这方面的谈判 所以这个问题呢 真的是非常的严重 那么前两天我跟大家说了哈 这个问题一出来的时候呢 俄罗斯的防长就和美国的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那个米利 就通话进行讨论 之后呢 俄罗斯的防长还和英国的这个防长通话讨论 今天我还看到这报道 俄罗斯的防长邵一谷和中国的国防部长魏凤和也通话讨论这个脏弹的问题 可见这脏弹的问题是非常的迫在眉睫的 非常现实的一个问题 但是呢我们看到联合国对这个问题呢 反倒是并不重视 虽然说联合国的原子能机构开始着手对这件事情进行调查 但是呢说这个调查 抗日持久需要进行两个月以上 我觉得这是一种拖拉吧 但是呢同时另外的一件事情 他们的调查呢 却相当的积极 那就是最近呢 美国在不停的炒作 说是呢 俄罗斯在对乌克兰的这个报复行动当中 一方面呢使用了这个导弹 另外一方面呢就使用了这个无人机 说这无人机呢是伊朗的无人机 也就是说呢伊朗参与到这个军事行动当中来了 而且还说伊朗呢在克里米亚为俄罗斯进行培训 那么这件事情呢 俄罗斯和伊朗全都进行了否认 说没有这回事 那么现在联合国呢 就要对这件事进行调查 你看他们多积极 这还没影的事呢 然后就进行调查 然后呢俄罗斯和伊朗就说 你调查就调查 我们会配合的 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 今天我看到中国方面呢 有专家 清华大学的专家 出来说呢 这个事啊 它可能是这样的 因为呢 伊朗在无人机方面呀 确实是它的强项 为什么说是它的强项呢 其实前两天我的视频里面 我已经说过了这事 伊朗呢 它本身进行研究啊 制造啊 这能力呢 它就不弱 另外一方面 我们大家都知道呢 它已经是打下来了 美国好几架这个无人机 它手里面就有这个现成的无人机 然后呢 前两天伊朗方面 不知道为什么 还放出来这样的消息 说它们的无人机的 这个产品里面呀 是有中国的技术的 等于说呢 是和中国来合作 研制这个无人机的 当然这里面呢 也会有美国和以色列的技术 因为它手头 有打下来美国和以色列的无人机嘛 美国和以色列呢 你也是活该 那谁让你的无人机 到人家那去挑衅呢 到人家那去挑衅 让人家给打下来了 美国最担心的 其实就是呢 这些东西都落到中国的手里面 那么前两天 伊朗放出来这样的消息呢 但是我没有看到 美国有什么样的回应 美国它也是管不着 中国和伊朗进行合作呢 它也是管不着的 对吧 只是说伊朗方面所提供的 这个技术从哪来的 那中国作为合作方 也管不着 那么今天我就看到呢 清华大学的专家呢 就是说他可能是这样的 就是说伊朗呢 和俄罗斯之间啊 也有合作研究无人机的项目 那么这个项目呢 很有可能 这个无人机呢 就在俄罗斯量产了 说乌克兰呀 打下来的那个无人机上面呢 明明白白的 其实上面就写了俄罗斯的文字 那你要是俄罗斯的文字的话呢 就很有可能 这无人机是在俄罗斯生产的 那如果说呢 伊朗方面出了技术 俄罗斯方面呢 进行合作 并且实施设计和生产 这个你怎么能说 就是伊朗的无人机呢 你不能说是伊朗的无人机啊 可能这就是为什么 现在俄罗斯和伊朗呢 都非常硬气 说你要检查 你就检查 无所谓 俄罗斯说呢 我们没有使用伊朗的无人机 伊朗方面说呢 我们也没有给俄罗斯提供无人机 如果真是这样的话呢 那美国就输了 但是美国呢 他的目的啊 也并不是说 一定要证明 伊朗呢 就给俄罗斯提供了无人机 那他的目的是什么呢 其实他另有其他的目的的 他的目的呢 就是 现在呢 美国呀 德国呀 还有欧洲其他的国家 其实呢 都给乌克兰呀 提供了防空系统 但是呢 这个防空系统 他对这个无人机就无效 无效 大家还记得 就是去年 或者前年的时候 就是沙特的那个油田被炸 还记得吗 沙特的油田被炸呢 他就是被那个武装组织的那个无人机 越境给他炸了 当时呢 全世界都在笑话说呢 美国不是给沙特部署了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系统吗 怎么能让这些无人机畅通无阻呢 他就是这样的 这些爱国者导弹呀 最先进的爱国者导弹 都对这个无人机是无能为力的 因为他是一个超低空飞行的 他那雷达呢 是覆盖不到 那么什么能覆盖到呢 乌克兰最想要的就是以色列的那个铁穹系统 据说以色列的铁穹系统呢 对这个无人机是有效的 那么前两天我们就看到了 对吧 我跟大家说了 以色列政府呢 明确表示说 我们支持乌克兰 但是我们不会给乌克兰提供武器 我们只提供人道主义的援助 那么现在呢 美国乌克兰等西方 就使劲的想把这个屎盆子扣到伊朗的身上 因为伊朗和以色列呢 是死敌 他们就想呢 因为以色列和伊朗的这种天然的仇恨 历史性的仇恨 因为这个仇恨 就让以色列呢 给乌克兰提供这个铁穹系统 他们是这么一个目的 所以现在呢 他这个目的不达到 他是不会停止对伊朗的污蔑的 那么今天呢 我们还看到哈 美国还采取了另一个很罕见的一个行动 就是美国那个核潜艇啊 在全世界海底下 他指不定在什么地方 他并不向外公布 这是他们的一个秘密 但是呢 这两天他就说了 他高点的组织 美国中央司令部司令 还有美国第五舰队的司令 说是呢 都到这个阿拉伯海那个地方啊 到他们的那个核潜艇上面去参观 他就以这种方式呢 就公布了 他那个核潜艇呢 现在就在阿拉伯海 就在伊朗的附近 为什么呀 他以前他从来都不公布他的位置 那个位置呢 都是高度保密的 现在呢 就高点来公布这个位置 他就是为了来吓唬伊朗的 啊 最关键是呢 美国想吓唬伊朗 那伊朗呢 也知道美国是吓唬他 我们看到伊朗呢 今天也发了一个消息说 你美国不要用这种吓唬的方式 想让我们屈服 我们是不会屈服的 那么他这么做呢 就是来把伊朗这个问题呢 给他炒热 从而来刺激以色列 他是这么一个做法 那么美国呢 现在又提出来一个啊 说伊朗的那个导弹呢 也可能是提供给了俄罗斯 啊 这些东西真的是 就完全是没有逻辑了 在导弹方面 伊朗呢 可能是挺先进的 他再先进 他也没有俄罗斯先进好吧 美国反正是为了达到目的啊 就是无所不用其极了 好 最后呢 我们再来说一下英国新上任的这个首相 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都觉得这个苏纳克呢 因为他这个出身 他是一个纯粹的印度血统啊 我们就觉得说呢 英国那么傲慢 那么歧视 是不可能接受一个印度裔 做他们的首相的啊 但是呢 因为机缘巧合 因为客观的情况 就造成了这个苏纳克呢 等于说 他就是呢 不费吹灰之力 他就当上了这个首相 那么用前两天呢 英国铺天盖地的媒体的那种炒作呢 就认为这个苏纳克呢 他当上这个首相 根本就不符合他们的程序 因为他没有进行任何的这种竞选 连一句话也没有说过 就当上了首相 然后呢 昨天我就跟大家说了哈 那些媒体铺天盖地的 包括英国 包括欧洲的 还包括美国都参与进来 来炒作这件事情 就觉得呢 他这个首相呢 是不应该是他 应该提前进行大选 但是呢 我今天看啊 这个首相呢 已经被英国的国王 已经授权了 非常顺利的授权了 之前的时候呢 还觉得说 这个国王呢 不会很痛快的 接受这么一个 非白人的一个首相 但是呢 现在看来呢 他很痛快的接受了 那么接受之后呢 这个首相 很快就进行了 一系列的组阁 那么我们从 他这个组阁来看呢 正像他自己所说的 一个呢 就体现了 他团结的这个原则 第二个呢 使用的都是一些 有经验的人 第三个呢 就是体现一个持续性 比如说这个内政大臣呢 他又把几天前 刚刚辞职的那个 也是一个印度裔的 那个女的 又给他请回来了 好 这也是一个印度裔的 这就体现出来了 他呢 这个连续性 以及呢 着重他的经验 完了以后呢 财政大臣 就是前两天 刚刚出任的 那个中国女婿 这也是体现出来了 他注重的经验啊 和连续性 还有呢 他那个竞争对手 也继续留任 下院议长 还有呢 外交部长啊 国防部长啊 都是之前 特拉斯所认定的 那么另外呢 很多人就关心说 他上任的第一天 都和谁通话了呢 他除了和苏格兰第一长官 还有这个威尔士第一长官 进行了通话以外呢 英国以外的 他和拜登 和乌克兰的总统 通了电话 和拜登通话呢 这个其实 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 但是和乌克兰的总统 进行通话呢 真的是就说明了 这个首相 和之前的首相 也没啥分别 或者说呢 他也不敢 有任何的一个 和之前的那种政治 有什么不同的举措 他不会 之前的时候呢 我们比较关心的就是 新的首相上来以后呢 和中国的关系会如何呀 实际上呢 英国无论是谁上台呀 和中国的关系呢 都不会变 都不会变 因为呢 他们一定要 是美国的马首是真 如果那些白人 会秉持反华的立场的话 那这个印度人呢 他更得秉持反华的立场 为什么说 在西方现在竞选的过程当中 这些政客呢 全都喊出来 反华的这个口号呢 就是因为现在 他们制造了这么一个政治政权 你要是不喊反华的话呢 你就失去选票 那么作为这个印度裔来说呢 他就更难了 现在呢 这个苏纳克呀 他上台以后 其实他很难的 他非常难 现在他面临的 其实就是一个死扣 现在英国有的人 就是说呢 看他第一个礼拜 看他能不能度过第一个礼拜 言外之意 就是说 他没准第一个礼拜 他就下台了 为什么呀 他能有个什么新的举措吗 英国最大的问题是什么 是经济的问题啊 是经济的问题啊 那么他上台以后 他怎么办 他经济上 如果想有起色的话 光跟着美国跑 能有用吗 根本就没用啊 只能是和中国来进行合作呀 但是我看到有网友告诉我呀 说之前的时候 他曾经接受采访的时候呢 关于中国的一带一路 他是进行诟病的 所以呢 就从这个来说 他上台之后 和中国的关系也好不了 他应该连舒尔茨 现在的这个态度都没有 舒尔茨现在就认识到说 不能和中国脱钩 就经济的话 就要和中国进行合作 那么这苏纳克会不会认识到这个问题呢 他一定会认识到这个问题 但是他敢不敢呢 他一定不敢 而英国的问题呢 就是经济的问题 那你要不敢跟中国合作 你的经济能有起色吗 不会 那你要经济没有起色的话 是不是很容易让别人就给你搞下去啊 所以说会不会像英国现在 有的媒体所预测的 说就看他第一周 没准一周之内就下台了 我们事物一带吧 好 我这个视频就跟您说到这里 感谢您的收看 下次再见